今年中共兩會召開前 外界就在關注 洗禮是否又會不同調 果然 3月5號李克強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 又發出了被認為是暗批習近平的言論 當天中共喉舌央視的直播畫面中 李克強在談到有關農村脫貧問題時說 要分層分類加強對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 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脫貧 這與外界一直批評的習近平大搞運動式脫貧一致 不過事後 中共官媒的文字報導 都把李克強的這句話改成了 確保不發生規模性反貧 但是央視視頻文件仍然沒有改 中共在中國新年期間 仍然沒有放鬆對法輪功的迫害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今年2月份 中共至少綁架和騷擾了708名法輪功學員 其中125人被非法抄家 120人被非法判刑 22人被關進黑監獄洗腦班 8人在被迫害中含冤離世 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中還有眾多的高齡老人 其中八九十歲的有20人 七八十歲的有44人 同時中共警察還搶劫了法輪功學員的大量現金 其中人民幣55萬8千多元 美金2萬多元 另外 2016年被判刑7年的天津法輪功學員周向陽 已經在天津濱海監獄被迫害的器官衰竭 據網友透露 他已經被送往監獄醫院 但由於監獄禁止家屬探視 也不允許周向陽與家屬通話和通信 他的具體情況外界不得而知 周向陽的母親擔憂兒子的安危 3月6號在網上發表公開信 呼籲正義人士關注周向陽的處境 並伸出援助之手 救周向陽回家 知名計算機安全專家布雷恩·克里布斯 3月5號在其網站上發文說 中共黑客利用新發現的微軟Exchange軟件的缺陷 在最近幾天至少攻擊了美國的3萬個組織 其中包括大量的小企業 城鎮 城市和地方政府 據稱這是一起具有異常侵略性的 中共網絡間諜組織的黑客攻擊 白宮發言人莎琪表示 擔心會有大量的受害者